我做佛事 所有众生生无过者 自知无量皆是俗面 俗作人物 我们要到极乐世界 才明白了 我们过去生中 无量皆来 生生世世干的是什么 全都明白了 在这一段里面 年老住得很长 非常丰富 这一段说明 极乐世界的众生 居居住 居有 弥陀第六月 俗民同源 第七呢 下面这一缘是 天也同源 于第八 这一章里就有 三缘 天而同源 通知 神通之见诚 穷钱 神一眼 所谓不测了 为之神 神这个意思 你看中国造字 中国人造字 你看中国人对神什么概念 这个神 左面 是个世子 世子 它就诸货 要写传子就很好 神容易看出来 转子是个上子 上下的上子 下面有三条 那个上是什么 是上天 这三条是什么 垂象 为什么画三条 今天科学也讲 现象 宇宙的现象 把它归纳为三大内 第一个物质现象 第二个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第三个自然现象 这三条 上天垂象 这三条 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阿赖耶识 三细相 夜相 转相 境界相 这边是个身子 你用转子一些 这三道关口 这就通了 完全通了 通达宇宙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这个人就叫做神 与一般概念当中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谁能够通达呢 孔子能通达 老子也能通达 中国历代的神现通达 在印度 释迦牟尼佛通达 释迦牟尼佛 弟子当中 不少人都通达 所以神是人 通达 自然现象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这成为神 神通 神没有不通的 样样都通 我们给他这样解释 他就明白了 佛教里头 没有迷信 中国传统 文化里头 没有迷信 那你说鬼神 鬼神有 真有啊 不是没有啊 鬼神跟人一样 是一道众生 是一类的众生 这众生里头 有我们看得见 有我们看不见的 不能说看不见的 就说没有啊 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多 那那科学 用仪器来观察 眼界就打开了 虽然打开 还是看一小部分 还是没有看拓彻 阿 Xi 顽果 安 独 阿 阿 念 Dawn 4